虽然原料只不过是面粉和水 可是圣克莱尔修道院 收到了调和烘烤和包装 十万份寄饼的订单 需要加班加点 努力大约两个月 其余的寄饼将由其他供应方提供 修女安妮巴托说 把面浆做成一张巨大的面饼 需要大约两分钟 做好了 我们把饼切成两半 好放进湿度箱 给饼加湿 然后等饼到了足够湿度 就用我们的机器切饼 一次切成35片 为美国和加拿大的 罗马天主教会轰制祭饼 为圣克莱尔修道院带来收入 不过巴托修女说 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这还是很特殊的工作 因为我们轰制的饼 一旦被神父祝圣后 就将成为耶稣圣体 这座修道院与城市隔绝 所以只有八位修女将参加教宗弥撒 其余修女将在祷告中度过这一天 或者红制更多的疾病 美国之音普蒂奇 华盛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